来到纯白世界挑战速度极限 冬季日本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旅游圣地 而日元便不停 也让哈日族很有感 粉丝团日本自助旅游中毒者发文 哈日族早就换得满手 穷的只剩下日币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说一路都以为是最低了 也有人说要继续等 但也有人认为真的肥出国 都是刷卡赚回馈 第一点的时候买日币吧 因为我没什么在刷卡比较麻烦 因为我没有什么研究刷卡的回馈 刷卡会多一点这样 因为方便啊 不用带那么多现金又回馈 先换起来一点点 然后其他还是会用以刷卡为主 然后再选择刷卡哪一张卡比较又会 看看近半年来日元台币汇率 前一波高点7月28号0.227 而11月17号早盘价位0.211 跌幅7% 整体趋势一跌再跌 如果没有马上要出去的话 其实还可以再等等 目前是还可以看看 继续往下的趋势 专家也建议刷海外信用卡 有6%到11%的回馈可以拿 日元持续贬值 哈日足想换现金可以再等等 要省荷包也能研究旅日省卡 毕竟没有最划算只有更划算 淮宇新闻招航圈黄萱萱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